主持人 貌生醫院的環境 就是讓我們說 雲科媽媽沒有自然的教育 貌生醫院的醫療團隊、護理團隊 我們可以這樣幫助你們 謝謝 兩拍都是一次取卵 一次植入 然後就都 兩個都一次就躲床 然後在去年的今天 7月26號 我在這邊取卵 然後一年後的今天 我們有一個 50天的寶寶這樣子 我們很感謝呂靜醫師 很辛苦啦 真的很辛苦 可是兩個小朋友 八百四成就知道 一切都很吃的 所以這個檢小姐大概生完了之後 知道政府有這個政策 大概馬上推生 他OK 不可以再來生第二排的一個想法 所以其實這個政策 對於一些需要藉由 試管人、懷念的病人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很有力的一個政策 我也非常謝謝政府 這樣的政策 幫助了很多的病人 那再一次達成他們的心願 我們在這裏懷念的一個人 在世界上 這個獨度計畫 我們是高於國際的標準 showing你 我們在這裏懷念的認識 準備好 就算我們的程式 我們在這裏懷念的 我覺得 我們會覺得 發生 因為 我們會 是 有人 會 我們與 我們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